公然说普通女孩是农民 和王一博传绯闻 破产千金其美和终于不狂了 引言 必须承认的是 群里这几位的家境确实很不错 但要说到目中无人的地步 恐怕还不至于 这个群聊中一共有三个人 分别是王忠磊的女儿王文也 身份未知 却言语最为嚣张的李慧婷 以及要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务 市长齐剑红的女儿齐美和 但要说这三个人中最火的 还得是齐美和 毕竟其余人虽说出 男明星是自己的这种话 但并没有跟哪位男星传出实质性的绯闻 可齐美和却是实打实的 跟顶流男明星王一博 传了五年的绯闻 一开始刚被网友们捕捉到绯闻 是在陈情令剧组的花絮中 王一博一直在刷一位美女的朋友圈 根据网友们的对比 这个美女很有可能 就是千金名怨齐美和 自此 王一博和齐美和的绯闻彻底传出 虽说双方都不承认这段关系 但陆陆续续却没少出现 他们在一起的证据 哪怕在今年九月的时候 还有网友扒出了 他们一起做核酸的记录 无论是从形成和证明来看 他们很有可能 当时确实是在一起的 不过这一次 王一博公司依旧是否认了恋情 其实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或许网友们已经并不在意了 要说念念不忘的 大概还是当初的农民言论吧 当然 这几年的齐美和明显低调了很多 这也与齐美和的经历有关 2018年 要来集团正式宣布破产 而齐健鸿 更是被列进了失信人名单 大概这也是为什么 齐美和变得低调的根本原因 就连不少齐美和的粉丝也爆料称 如今 齐美和跟王文也和李慧婷 已经不怎么联系了 豪门中的感情到底能维持多久 我们不得而知 但想必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如今的齐美和 已经退去锋芒 学会平视他人了吧